我 你 你 喂 喂 当年 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 当年那场烟花会 我在这里等了你很久 你都没有来 答应要一起看烟花的 我还特地地用心地给你写了一张邀请函 是你如风 不真实的存在 只迟距离触摸不来 带我离开这片海 空白不握 愿能随心中爱 感受世间浪暖天空 眼泪为你落下来 说好要一起来的 为什么不来啊 后来才知道 你是阴差阳错没看到邀请函才失约了 再后来 你答应给我补一场烟花会 说找了一个特别美的地点 带我去山上 没想到 半路就遇到 对不起啊 好像我从头到尾 都在犹豫无意伤害你 没有 我也有问题 是我不懂事 如果当年我亲口告诉你的话 也许我们就不会错过了 唐欣 我一定会补给你一场更美的烟花的 沈靳远 重要的不是看烟花 而是和你在一起 来来来来 拍张照 拍张照 来来来 快 快 快 好 好像一个小孩 空白如我 好 好 好 愿能随心中爱 好 其实 我还挺喜欢烟花间歇的时候 原来为你落下来 射击是一项很安静的运动 和你在一起虽然不安静 但是我也能平静下来 你的心愿有一丝波澜 你看 生活的本身就像这个靶子 如果一心只想着抵达目标 而忽略了外在因素的话 它们就会不断产生涟漪 把你推开 最终只会离目标越来越远 所以呢 我们要先解决掉 百分之九十九的外在因素 等解决掉它们 那么忠心百分之一的目标本身 自然呢 就会水到渠成了 你说对不对 如果还能够奢望 多危险 让我以为你肩膀 水去 直到最后一秒 你不会再记得我是谁 幸福也是这样 你看 生活的本身就像这个靶子 特别曾经 如果一心只想着抵达目标 而忽略了外在因素的话 它们就会不断产生涟漪 把你推开 最终只会离目标越来越远 所以呢 我们要先解决掉 99%的外在因素 等解决掉它们 那么中心1%的目标本身 自然呢 就会水到渠成了 你说对不对 你醒了 神经 早点起来 才能看到你睡觉的样子呀 能不能正经一点 你现在应该好好问早安 早安 早起 早安 醒醒 我爱你 我已经准备好回队 完成我对你的承诺了 我去买一下 你自己讨厌 咱们 准备好 我去买 我去买 你去买 我去买 你去买 我去买 我买 我去买 你去买 唰就是买 爸 妈 小伙子 你多大了 不对 怎么用空手来的 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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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妈 爸 妈 妈 你们认识多久了 怎么认识的 你喜欢我孤立哪里啊 我闺女喜欢你哪里啊 你们平时是怎么相处的 你爸妈知道你们交往吗 不行 等等 等等 不行 刚刚 排练之前 我们是不是得先把口供我们都串好 对啊 你看 我在网上收集了见家长五十问 我们现在就来问一下啊 第一个问题 你们两个谁先追的谁 算了 家长应该不会问这么细致的问题 下一个 应该是你先追的我 是你主动对我散发的信息速 所以是你先追的我 什么叫我主动散发的 明明是你主动先去闻的 不对 什么信息速乱七八糟的 你追我这么明白无误的事情 你怎么可以颠倒黑白呢 那至少之前肯定是你先喜欢上我 你都说了 是你先喜欢上我的 你昨天还搞不清楚谁先喜欢上谁 陈情愿 你怎么就这么坚持是我先追的你呢 男人吧 总有点自尊心呢 在见家长这件事情上呢 我们各自相互分别放下自尊心 就比如说啊 你见我家长的时候 你成全我 我见你家长的时候 我成全你 好吗 就是互相助攻嘛 我知道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 一起进门一起排练啊 这样更有效率 来 爸 妈 爸 妈 小伙子 你家里基本情况怎么样 是独生子吗 小伙子 你父母双方 是做什么的呢 小伙子 你喜欢男孩女孩啊 小伙子 你现在是运动员 将来也打算继续当运动员吗 小伙子 你父母多大了 小伙子 如果唐欣生病了 你愿意全心全意照顾他吗 小伙子 你家里亲戚多吗 小伙子 家庭和务部 事业有成步 小伙子 你个性怎么样 朋友多不多呀 小伙子 到三十岁之前 奋斗的目标 有了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